第455集 武道信念 原本充满炙热的岩浆池已经干涸了 心理结晶也已经破碎 这颗熔岩池的底部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北风盘袭而坐 神色无喜无悲 一只手掌不停地滴落着鲜血 深可见顾 这一股武道信念 是无间不摧 斩破一切 那么我的武道是什么呢 北风喃喃自语着 无数的灵感火花碰撞 九星国对于精神和神魂 有很大的好处 但此时 九星国的要力 却绝大部分 用在了支持北风顿悟的状态之下 对精神与神魂的提升少之又少 我的信念 是无间不摧 又或者是 微震八方 北风向时钻入了牛角尖 想不明白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绕是有九星国的要力 但是北风还是感到了一阵阵的虚弱传来 我的武道信念是逍遥 北风默然地睁开了眼睛 强大的精神力 瞬间从北风的眼神之中 蹦射出来 虚空声电 照亮了 照亮了北风那有些惨白的脸色 北风感觉到这种虚弱 与当初自己还只是一个普通人时 是多么的相像 自己最开始的信念 就是逍遥 不过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了系统 得知自己的命运将会被改写 下半生 不用在床上度过之时 我的心态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北风默默地想着 自己当初回到老宅子的时候 只是想着悠闲地过完剩下的日子 但是那个时候 我所谓的逍遥 并不是真正的逍遥 那个时候 我只是待逃避现实罢了 无权无视 身体出现大问题 我那个时候 就像是一只 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 以为逃避 就可以躲过一切 北风经历的场景 此时清晰地 在脑海之中闪过 就像是 在看着一场电影 虽然身体越发地虚弱 但是北风的精神与神魂 却是前所未有的明亮 什么才是逍遥 仅仅只是 于事无争 一头钻进 深山老林吗 不 那不是逍遥 那只是失败者的自我安慰 人生在世 太多的条条框框 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想要大逍遥 先有大信念 再有超凡脱俗的实力 这就是我的武道信念 逍遥 逍遥法外 北风的神魂 发出了一道神魂之音 引动四面八方 咔嚓 北风的脑海深处 传出了一声轻响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破碎了 原本三寸高的神魂 凭空拔高了一寸 神魂不复之前 那种四行非行的状态 一股微弱的气息 开始在北风的神魂之中出现 一种拨开云雾 见倾天的感觉 油然而生 北风的脸上带着笑容 一咕咕喜悦之感 不知从何传来 让北风的心情很是不错 此时北风体内的气血 已经流失了一半 寻常人失去这么多的气血 早就挂了 但是对于北风来说 还伤不了根本 九星果的药力 还在缓缓不断地 从胃部散发出来 但是补充气血的速度 却是没有流逝气血块 一股淡淡的舞蹈意志 出现在北风的气血之中 瞬间北风就感觉出了变化 驾驭起气血来 更加地得心应手 意念所到之处 气血也瞬间出现 只是这一小变化 虽然看起来有些微不足道 但是却提升了 北风出手速度一成 一股股散发着舞蹈意志的气血 被北风拧成了一股绳 而后向着受伤之处冲去 轰落 两种无形之力碰撞在一起 没有出乎北风的意料 自己凝聚起来的气血 还是被冲散了 北风也不气恼 因为早就有所预料 自身的舞蹈信念 才刚刚诞生 还很微弱 在质量上来说 远远不是这一股 斩破一切 锋利无匹的信念的对手 但是这场舞蹈信念的战斗 却是在自身之上展开 是自己的主场 而这股锋利无匹的意念 却是孤君深入 质量很强 但是数量却很少 北风的舞蹈信念 刚刚诞生 很是微弱 但是量上 却不是这股锋利无匹的信念 所能够比的 一层层庞大的气血 携带着微弱的信念 冲击在伤口处 这一股锋利无匹的信念 渐渐地开始磨灭 整只手掌 从手腕处开始 没有丝毫的血肉 绕出了一截 琉璃色散发着 淡淡荧光的骨头 漆上一丝血肉都没有 手掌上的血肉 早就在一次次的碰撞之中 被镇成了血雾 这一词 要不是有酒星果 我就塞了 这还只是一小块兵器的碎片而已 世界太大了 强者层出不穷 纵然我现在已经站在了地球五道界中的顶端 但却还是渺小 北风心有余悸 要不是酒星果提供了大量的气血 要不是酒星果让自己陷入到顿悟那种状态 自己今天就只有壮士断腕了 人跪在自知 能够认清自己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伤口处 锋利无匹的信念已经抹除 不断流逝的气血 也终于止住了 庞大浑厚的气血 源源不断地从酒星果中爆发出来 被北风炼化 小小的一颗果实 蕴含的气血之雄厚 足以让北风 法天相帝第二层修行到大成 但是先前损耗的气血太多 北风也是有些惋惜 但是转念一想 或兮福之所以 福兮或之所福 虽然失去了一次修为增加的机会 但是北风也阴差阳错地掌握了五道信念 一身颤礼 凭空提升了三成 抛去杂念 北风陷入到深层次的入定之中 酒星果的药力一点点释放出来 让北风流逝的气血渐渐恢复过来 北风的神魂与精神 也在一阵阵清凉之气下渐渐地壮大 让北风的悟性提升 北风其实也是同时修行的两条路 一为气血 二为精神 这是北风感觉适合自己的路 因为北风发现得到系统之后 自身的体质开始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比如 混元之体 在这一密法就是自动诞生的 每一次突破之时 自身的气血与精神力都近乎一同进步 北风自然也就顺水推舟 可惜啊 修炼精神力的功法太少 北风目前也就只有这一部小黑天呼吸法 但也只是在心神孕育的一刹那间 才对自己的精神力提升有些许作用 北风体内流逝的气血渐渐恢复 手腕以下露出了琉璃色的骨骼 以肉眼可见的 一层肉牙快速地交织在一起 开始向着骨骼覆盖而去 简直如同生死人肉白骨 练体一道的舞者浑身气血如同汪洋 生机浓烈 修行到高深之处 甚至能够滴血重生 北风自然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 全是靠着九星果的药力 才能够做到 北风吐出了一口啄气 缓缓起身 身子筋骨齐鸣 发出了一阵鞭炮声 抬起手掌看了看 手掌上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出来之前受过的伤势 只是两只手对比的话 还是能够看出不同 心生的血柔更为白皙 法天相帝第二层 小成巅峰 修为也有所精进 达到了报单出气的巅峰 至于精神力笼罩的范围 也增加了一百米 也算是不需此行 北风握了握手掌 相较于另一只手掌来说 这只手掌体内的血管和肌肉 要弱上一些 能容纳的气血通过 自然要少上一些 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需要用气血温氧一段时间 自然就可以无恙 不再留恋 北风瞬间腾空而起 只是几个呼吸之间 北风就出现在 熔岩池的上方 走吧 我们回去 北风也没有多说什么 当先向着外界飞去 奇怪 这货给我的感觉 怎么又不一样了 像是挣脱了身上的枷锁一般 三头犬喃喃自语 盯着北风的背影 眼神闪过了一色 北风一行人 没有花费多大功夫 就出现在了熊山之外 熊虾的鱼虎大王 在外百无聊赖地 为对方抓着狮子 北风一行人出来之后 看见的就是这一幕 顿时让北风哭笑不得 比墨爬还要大的爪子 怎么抓狮子呢 熊虾的鱼虎大王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跑到北风的面前卖萌 真正的萌 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呆到身处自然萌 两个小家伙 你们愿意跟着我离开吗 北风的精神力 化作了一阵轻柔的风 探入到熊虾子 与虎大王的脑海中 将自己的意思表达给了 两头呆萌的妖手 但是出乎北风的意料 虎大王与熊虾子 都是摇了摇头 不愿意跟着北风离开 北风收回了精神力 沉默不语 虎大王轻轻地 用毛茸茸的大脑袋 蹭着北风 一双大眼睛眨呀眨 熊虾子 则是用庞大的爪子 摸着后脑勺 脸上是在笑 但外人看起来 却是猙獰不已 罢了 不愿意就不愿意吧 我追求我的逍遥 你们也在追求 你们的逍遥 北风的脸上露出笑容 他想明白了 万物有灵 自己以为 这两头妖手 会跟着自己离开 但那也只是 自己以为罢了 那你们两个小家伙 可要藏好了知道吗 别被别人 宰了吃熊掌 北风对着两头妖手说道 轻轻地拍了拍 两头妖手 毛茸茸的头颅 一念一动 北风直接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两颗腰单 这些腰单呢 都是第三颈 超级妖手体内的 蕴含着一头妖手 七成的精华 当妖单一出现之后 两头妖手 端是眼珠子都直了 直直地盯着 北风手中的妖单 口水直流